来阿拉斯加旅行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能漫天圈里的极光 而这次我也有幸在9月份看到了它 这期视频我就来讲讲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如果想要看到极光第一步就是去查看极光预报 当极光指数大于4的时候 那么能看到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我们非常幸运的是去的那三天极光指数都是6 本来我以为我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极光 但是后来发现自己想的太简单了 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因素 那就是云 极光形成的原因是因为太阳风与高层大气 原子碰撞产生的发光现象 所以说极光一定是比云高的 如果那天的云层非常厚 那么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的 我们今天就会去菲尔半克斯 而那里最有名的就是看极光 不知今天能不能看到 因为大家看全是多云 可能只能从缝隙中看到一些极光 晚上我们一路开车 从底拿里国家公园到菲尔半克斯 本来想在那里看极光 但是后来发现云层太厚 甚至后来开始下雨 所以虽然我们住在了一个非常好的小木屋 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到 我们终于到了Airbnb 这个 看这个 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吗 感觉有一种鬼屋的感觉 这个小木屋住的还是非常舒服的 第二天我们开车回到了安克雷奇 今天天气一报说 云层大概有40%的覆盖 所以说看到极光的概率会高很多 我们首先去了安克雷奇西北角的海边 在这里因为面朝的是一片大海 所以不用担心看极光的时候受城市的灯光所影响 我现在到了第一个在安克雷奇观赏 极光的点在机场旁边 但是在我的后方可以看到一个长绿的绿灯 让我们不禁想问我们看到的绿色究竟是这个灯发出的 还真的是极光 所以我们决定换下面一个地点 这个地点对于欣赏安克雷奇夜景非常不错 但是因为城市灯光实在太强了 真的一点都看不到极光 于是我们只能回到了第一个点 到回到第一个点的时候 已经凌晨一点半了 可以发现这里的人明显变少了 但是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天空已经开始微微泛绿 而北斗七星也高悬天空 我架好了相机 调好了参数 拍下了这一组照片 我终于看到了极光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我点个赞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